近日有网友筛出一组偶遇贾乃亮妇女的照片引来网友热议 照片中贾乃亮以一身黑色秋衔装现身 黑墨镜配黑口罩将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 而一旁的甜心则是一套灰色运动服打扮 看起来活力满满 据晒照网友透露 当天正值周末 贾乃亮带着九岁的甜心一起来到某商场 一开始并没有被网友认出来 后来网友注意到小女孩十分可爱 仔细一看才发现是甜心 不得不说甜心知名度真的太高了吧 有时候比明星爸爸还要惹人关注啊 或许是为了躲避网友的注意力 妇女俩在离开时还故意保持着距离 九岁的小甜心也是很独立 和小伙伴一起结伴走向前 手中还提着两个手提袋 看起来乖巧又懂事 一点不需要爸爸操心 这不是贾乃亮和甜心第一次逛街被偶遇了 前几日就曾有网友在同个商场遇到贾乃亮妇女 两人还是一贯的花风 贾乃亮一声黑裤般十足 甜心则是走运动风美少女路线 在晒出的照片中可以看到 贾乃亮对女儿也是相当体贴 一有空就会抽出时间陪伴女儿 认真的为女儿挑选玩具 出手也是十分大方 一番大采购之后 妇女俩拎着大包小包满载而归 值得注意的是 九岁的小甜心已经快赶上爸爸肩膀 身材苗条鲜瘦 腿长十分出众 相信长大后也会是一位长腿美女吧 上个月甜心刚刚度过了自己九岁生日 贾乃亮在社交网晒出合照为女儿亲生 将其称作小公主淘气包大姐大 并祝福女儿能可劲的快乐成长 短短一句流露出浓浓的爱女之情 照片中的甜心五官精致 脸型小巧笑容甜美俏皮 与大家印象中的小萌娃有了不小的变化 真可谓是女大十八 变越变越好看了 早在甜心两岁的时候 就曾跟随爸爸一同登上了 亲子真人秀节目 妇女俩在节目录制中 贡献出了许多爆笑名场面 人小鬼大的甜心 突出了众多金句 凭借超强的综艺感 获得了众多观众喜爱 被网友赐明心言 那时候甜心皮肤有黑 五官还未长开 也因此曾被不少网友吐槽 不像爸妈 没有继承到假奶量和李小璐的优点 但近年来甜心长得越来越美 出落得挺挺欲力 还学习了多种才艺 唱歌跳舞弹钢琴样样不差 穿上纱裙上台领唱的甜心 不再像一个假小子 看起来温柔甜净 活脱脱的小公主模样 相信在父母的爱护下 甜心能继续度过 无忧无虑的童年 祝愿他能一直 幸福快乐地长大吧 世上只有妈妈好 有妈的孩子是快宝 一个幸福的家庭 必须有父母一同 给予子女温暖的关怀和教育 这样的家庭才是完整的 也让孩子们 在这样的环境下健康地成长 不过随着家庭婚姻 不稳定性的增强 作为家庭成员的孩子们 也受到巨大的冲击 这一点也是不可避免的事情 娱乐圈内的婚姻稳定的系数 更是偏低 迄今为止 已经有文章 马依丽 李小鹿 贾乃亮 杨幂 刘凯威 佟丽娅 陈思成 赵丽颖 冯绍峰 先后签署了离婚协议 离婚以后 夫妻双方达成共识 一起抚养孩子长大 本期我们说一下 李小鹿 贾乃亮 夫妻 以及女儿甜心 最近 李小鹿 贾乃亮的 女儿甜心 迎来了自己的生日 按照以往的惯例 李小鹿 贾乃亮 应该给自己女儿 一起过生日 不过 这次有些例外 因为之前甜心 毕业典礼 以及参加各种活动的时候 这对已经离婚的夫妇 都一起同框 一家三口在一起 非常的甜蜜 有不少网友 甚至希望他们复合 进而还自己的女儿 一个完整的家庭 不过 对于当事人而言 无论是李小鹿 还是贾乃亮 都没有对此事正面回答 大概各有各的想法 当然 这样的状态 就是最好的 毕竟 这对夫妻 已经分开了 彼此之间最初的信任 已经没有了 破镜重圆 有些强人所难了 尊重他人 就是尊重自己 尤其是夫妻 已经到了成熟的年龄 绝不能有冲动之举了 婚姻不是儿戏 没有努力去经营 和维护的婚姻 注定了 是一场悲剧 李小鹿 贾乃亮的这对夫妻 就是如此 在两人恋爱 结婚之前 女方的感情史 就比较丰富 但是最终没有开花结果 而男方为了维持这段感情 可以说煞费苦心 在迎来自己女儿生日的今天 作为父母的贾乃亮和李小鹿 也先后发出了祝福 作为一个父亲 贾乃亮还是不错的 对于女儿的关怀 令人感动 何况感情的经营 她也是做了一个丈夫 应有的担当 这一点大家心知肚明 在女儿甜心过生日的当天 作为老爸的贾乃亮 这样说的 祝淘气包小公主 大姐大甜心生日快乐 可劲的快乐成长 父亲对于自己女儿的爱 也是令人感动 也代表了他对孩子的 未来的期望 而相比较而言 辣妈李小鹿 给自己女儿甜心过生日 似乎高调了许多 不仅筛出了自己女儿的照片 而且还筛出了母女一起的合照 李小鹿也发言 成长不期而遇 生日如期而至 愿时光能缓 愿泥笑颜如花 不过让人觉得遗憾的是 这次甜心过生日 父母没有在一起 到底什么情况 大家也无从知晓 有粉丝认为 有可能是父母各有各的事业 没有能陪伴孩子一起过生日 大家没必要刻意解读 也有粉丝认为 夫妻复合的希望比较渺茫 农村体验类综艺节目 哈哈农夫已经在热播中 节目中有 大哥贾乃亮 二哥金汉 三妹杨超越 四弟王源 各个年龄层的人 聚在一起组成哈哈之家 一起在农村体验生活 一起砍柴做饭 相互依靠 互相帮助 一起度过在农村的生活 虽说农村简单 但是对一直生活在城市中的人来说 却很难 尤其是做饭更是难上加难 杨超越还好一点 从小就生活在农村 对土照台信手拈来 至少会做个饭 但是生活却成了大家的困难 一个火生了足足两个小时 由此可见 在农村生活还是要具备一些生活技能 所以在农村的第一顿饭就已经到傍晚了 在吃饭时 大家都聊到网络暴力 先是杨超越曾因为一瓶辣酱而大哭 被网友吐槽 最后贾乃亮也表示 自己曾经遭遇到的网络暴力 他回忆往事表示自己不需要安慰 还表示对于城市中所有的一切没有怀念 唯一想念的就是他的宝贝甜心 提到甜心贾乃亮一脸宠溺 他大方的表示在家的时候 甜心是最怕他的 因为他非常的严厉 会约束甜心 贾乃亮直言自己也不愿意这样 但是原因无奈 因为甜心是一大家人的宠儿 家人都非常宠爱他 什么都给他最好的 什么都顺着他 孩子长时间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 对他的身心健康有很大的影响 也很容易得公主病 所以贾乃亮只能对他严厉 但这也是一种爱 只是表达的方式不同 是的 如今独生子女越来越多 孩子生下来一定是整个家庭的宝贝 家长都愿意将最好的给他 记得林小璐此前还给甜心做饭吃 从菜市场买菜到回家煮 只为给甜心准备爱吃的食材 甜心的成长中一直被爱包围着 爸爸妈妈的爱 也燕奶奶外公外婆的爱 都集中在他一个人的身上 所以贾乃亮只能假装严厉的对他 但实则内心很爱他 也很舍不得这样对他 但没办法只有这样 才能帮甜心更好的成长 在节目中能感受到贾乃亮 已经走出那段阴霾 唯一放不下的还是甜心 在他心中甜心就是他的全部 希望贾乃亮有时间可以带甜心 一起上节目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